大家好,我是C叔 先和大家说一声抱歉 好久没有更新了 有位粉丝来催更 应该是一位宝妈 说为了哄五岁的宝宝睡觉 每天都给她放我的视频 听C叔聊诗词 睡眠质量特别好 听到这个故事 我留下了激动又欣慰的泪水 当然,玩笑归玩笑 我还是很感谢这位妈妈 拿我的视频当早教课 再苦不能苦孩子 所以这一期视频出来了 这是C叔聊诗词的第七期 我们又要来聊一首李白的诗 说起李白的宋别诗 你第一个想起哪首呢 是不是桃花潭水升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没错,又是一首小学课本里的诗 这首诗非常有名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汪伦到底是谁 要知道 李白可是连五花马千金球都看不上的人 为什么他要给一个不知名小人物 汪伦写诗呢 故事还要从一个骗局说起 清代圆梅的随缘诗画 补一卷六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汪伦写信给李白 请他来自己家做客 信里是这样说的 先生喜欢美景吗 我们这有十里长的桃花 先生喜欢好酒吗 我们这有一万家酒店 顺带一提 圆梅也是个不务正义的大才子 他还写过一本著名的鬼故事集 子不语 绝对可以和聊斋比肩 我们有空也可以讲讲 话说回来 圆梅说李白到了汪伦家后 十里桃花和万家酒店都没看到 很奇怪 就问汪伦 结果汪伦解释说 十里桃花是那十里外的桃花坛 万家酒店是说酒店的老板姓万 所以有人说 郑汪伦其实是李白写的最差的诗 因为完全是敷衍之作 首先 李白是受骗上当去的 其次 汪伦招待李白吃的是农家乐 李白吃得不太开心 于是急吼吼的没告辞就走了 最后 李白本想悄悄的走 但是走的时候被汪伦发现 汪伦带着一群村民唱着踏歌给李白送行 架不住村民的热情 李白也不好意思 才做了这首赠汪伦 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 我觉得很不靠谱 很多人以为汪伦只是当地农民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我们就来讲讲汪伦这个人 最早 关于汪伦是村民的说法 鉴于宋代杨祺贤的李太白文集 里面说桃花坛的村人 汪伦酿美酒招待李白 但是1982年新发现的京县汪氏宗谱 里面有新的解释 其中记载 汪伦又名凤林 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位名士 不但和李白关系好 和汪伦等世人关系也不错 而且当时汪伦还是京县县令 桃花坛就在京县 据李子龙先生考证 汪伦为唐代涉州都督 岳国公汪华五世孙 所以汪伦不断是县令 还是出生旺族 另外就算没有汪氏宗谱 也有很多证据表明 汪伦不是一个普通农民 比如袁梅在《隋缘诗话》里自己都说 唐识汪伦者 金川豪誓也 文李白将至 修书迎之 那汪伦和李白见面时到底是什么场景呢 据李太白全集《年鉴》写道 天保十一年 公之行踪 由梁远而曹南 由曹南选返 遂往宣城 然后游历江南各处 李白有一首名字和内容都特别长的诗 名为 自梁远至静亭山 见惠公谈林阳山水 见其同游 熟悉李白的朋友应该对一个地名不陌生 那就是静亭山 静亭山就在宣城 从隋阳到宣城 李白经过了许多地方 这一路上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款待 不管是朋友或是仰慕者 对于李白的招待不可谓不热情 可李白仍然感觉到了孤独 于是才有了那首《独坐静亭山》 众鸟高飞静 孤云独去弦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亭山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收到了一封信 一个名叫汪伦的人 邀请他去京县 京县离宣城并不远 而李白对汪伦也略有耳闻 另外京县也很有历史底蕴 从秦统一六国的时候 就已经有京县了 同时京县还是宣旨的原产地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李白还是决定赴约 那么汪伦是怎么招待李白的呢 汪伦招待的规格不低 就算是农家乐 也绝对是高级农家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汪伦家有别墅 李白还分别写过两首 过汪式别业 也就是说 自从赠汪伦以后 李白还和汪伦见过面 其实这两首诗足以说明 李白并不是敷衍汪伦 但是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汪伦打动李白的并不是有钱 要知道 光有钱 李白是看不上的 有多少土豪要结交李白 请李白吃饭喝酒 没见李白给人家赠过诗啊 汪伦具体怎么打动李白的 可能是两人一起相投 可能是官场都不如意 也可能都是天涯沦落人 都有可能 但最重要的是 汪伦第一次让李白感受到 有这么一个人 能懂他 理解他 这个人对他无所求 既不想巴结他 也不想靠他出名 他们只是互相欣赏 对每个人来说 这一辈子你会参加无数的饭局 酒局 讲很多言不由衷的话 认识许多好哥们 好兄弟 好大哥 推杯换盏之间 所有人都形同一家人 似乎下一秒就有人会为你 赴汤蹈火 抛头颅 洒热血 最后的分别也仿佛胜离死别 依依不舍 但也许你会发现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这也许也是李白感到孤独的原因 他的才华让他拥有了一切 也让他失去了一切 他成了天下的李白 但是在天宝十四载 公元七五五年 眼前的这个叫汪伦的人 让他感到无比放松 惬意 就像两个村里的野小子 满眼看到的 不过是有趣 讲了那么多 我们终于要讲那四句诗了 李白沉舟将御行 忽闻岸上踏格深 桃花潭水升迁时 不及汪伦送我请 这首诗白话到不能再白话 简单到不能更简单 完全体现不出李白的水平 那么他到底好在哪里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 在经历了一夜畅谈后 李白从拂晓中醒来 他想起汪伦身为金县县令 陪了自己一天一夜 如果自己不主动离开 只怕汪伦还要留他吧 君子之交淡如水 别再麻烦人家了 于是 李白沉舟将御行 正当李白乘上船 想默默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隐约看见 岸边有一个人跑来 那正是汪伦 两人一个在岸边 一个在江上 隔了一段距离 他们都没有说话 也许隔得远 说话也听不清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是在下一刻 李白的眼眶就开始湿润了 他看到汪伦突然在岸边 一个人跳起了他哥 他哥是唐代的一种送别的舞蹈 本应该是多人一起跳的 可是汪伦只有一个人 他本想和李白说点什么 又说不出口 中国人历来都那么含蓄 可此时此刻 他又想表达点什么 于是他一个人跳了起来 没有伴奏 没有伴舞 他只能自己边唱边跳 他的动作是那么拙劣 那么滑稽 因为没有音乐 场面甚至还有些尴尬 但不知道为什么 李白的眼泪 就这么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这个汪伦真讨厌 男人就该像静庭山一样 默默分别啊 汪伦还在岸边 跳着奇怪的舞蹈 李白看到他的脸也很奇怪 好像在笑 又好像在哭 汪伦用一种 只有他们两个人能懂的方式 来了一次伟大的告别 以至于让李白无法忘怀 感动不已 于是李白写下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起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告别 其实都是口是心非 明明心理感情无比强烈 却总是说不出口 许多告别都充满了遗憾 就像大话西游的最后 面对陷入僵局的 西洋武士和转世子侠 至尊宝用一次拥吻 打破了他们即将分开的阶级 可是那不过是又一次无言的告别 是对自己和紫霞的告别 经典的告别也许从来都是这样 奇奇怪怪 平平淡淡 却波澜壮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